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維藝人 現在人在加拿大的北施省的溫哥華 現在是三月的氣候 今天竟然是陽光普照前沒有下雨 可以說是十分的特別 不過什麼是最特別呢 就是我們今天來到了Electromechanica的總部 Electromechanica的特別之處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身後的這幾台 名叫Solo的Model Car 很多人把Electromechanica的車輛跟Tesla相比 因為它們都是全電力的車輛 而Solo的特別之處呢 第一就是它只能坐一個人 而且它的價位其實跟Tesla是有很大的差異的 像我身後看到的這台Solo 它的要價只有美金一萬五千塊錢 當然它不一樣之處呢 就是它只有三個輪子 而它是全電力 而且它只有一個人坐 所以在價位上的不一樣呢 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它在這個Electromechanica 電力車的這個領域當中呢 其實現在是引發了非常多的討論 因為目前在世上呢 並沒有任何一台車 是像他們這樣子做 只有單人做 而且價錢可以壓到如此的低廉 目前呢在未來的兩年當中喔 預計會有七萬輛的Solo 在西岸的路上奔跑 東岸呢目前的這個 大家也是十分有興趣 不過目前主要的 對於這個Solo的詢問度有興趣 以及他們主要的客群呢 都是在每家的西岸 現在呢他們從2015年到現在 總共已經是製造了在溫哥華本地 製造了50輛的Solo 而在路上實際每天在跑呢 大概是有20輛的Solo 所以可以說它還是處於一個初步 剛開始的一個階段 在二月底的時候呢 他們在這個重慶跟一個 中國的這個大廠工廠合作 宗生 這個宗生的工廠呢 我們跟這個 Mechanica的DO聊了 他表示呢 這是一個大量在製造 機車的一個工廠 所以相信跟中國這方面的合作呢 也可以讓他們在2019年 可以完成他們的預期 也就是在2019年的年底 可以完成5000台 那他認為5000台只是保守估計 在跟這個宗生的合作上面呢 目前雖然是只有一個禮拜 還很難說 不過以目前的進度來說 它是十分的樂觀的 而這個大家就覺得 為什麼要做這個單人做的車輛 他表示其實大概百分之八十九十的 這個 commuter的駕駛人 在開車的時候 都是單人駕車的 因此呢 用這個 電力車 再加上單人做這個三輪的這個車輛呢 可以為我們的環境環保 盡很大的一份心力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我們跟Jerry Crow的訪問 我們要的挑戰 我們的仕團 我們要來發展 是全民火的 nos需要於全民火的 瘥的開車 Volkswagen Beetle 成為21st century 20,000agram 或者15,000 USD 一個更有力量的 一個更元一方為 新人 opportunity 來每一個公共的人 會分為15,500 USD 然後 從今年十分圖 出一個五個人 對一個個人 能夠 一來自一個人 最頂多一個 恐怖的 也知道 為一個個人 全這個是完全沒有環上面。 gaat要走,那麼,一些公開 numbered出來的PUL, 尤其是 definitely你的啟動。 是非常有趣的是非常貅心。 他們當然是大量的效果,我們給他們採用了這一切。 現在現在我們沒有戰 slots 在我們的業際車 누 Brussel Uno手有限。 這就是改變。 GUYSел нез Silver lifes, 香港人,車、自� look, 都知道我們有一個平台的地方 是一個平台的地方 一平台的地方有那麼多的地方 你會發現一旦你車到達到 anywhere 在 Los Angeles, Vancouver, London, England, New York 你可以在各地的地方 所以車 shares是我們的最大壯市場 超過 90%的車 shares是一人 而且最大的問題車 shares是一人的地方 你可以在兩半的車輛 is in the same parking spot as one car. 除了我們跟他的CEO有好好討論之外 我們也提到了中美貿易戰 還有家中現在緊張的關係 對於他們往中國與中國廠來合作 是不會造成影響 他表示其實目前為止 並沒有感覺到任何的pushback 並沒有任何讓他覺得太大的阻礙 他覺得對於環保上面的議題 讓他十分驚訝的是 跟美國美加比起來 中國的接受度其實是更高的 中國對於這種綠能環保 這個green energy 其實他們是有非常大的野心的 所以呢他認為未來 在這個北京 以及在這個重慶上面的這個經銷商 會開設不同的經銷商的販賣點 他也是十分樂觀的 再來呢就是主要大家最關心 最直接的就是 這個車開起來是什麼感覺呢 所以今天呢 我也是很榮幸的到車輛上面 進行了實地的test drive 到底好不好開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今天的實地採訪 我太興奮了 好興奮喔 我們現在在這個 Electromechanica的車內 現在要去試試駕 現在要去試駕 現在要去試駕 現在要 去試駕 有一點比較 方向環比較 難轉 比較硬一點 有聽到這個聲音嗎 好像是賽車的聲音喔 我的天啊 到目前為止呢 覺得我的視野好像有比較低一點 但是 左轉 現在突然感覺到就是沒有後照鏡喔 因為它是一個就是3-wheeler 所以它這個後面它其實是沒有窗戶的 所以你要轉的時候呢 會需要比較多的這個 看旁邊的這個後視鏡 也不能看你這個上面的後照鏡 看大家對這個 大家對這個車子都非常的有興趣 因為它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的奇怪 它這邊是一個三輪的三輪汽車 我現在好興奮喔 講話都講不清楚了 好 Let's go 然後我現在前面呢 就是跟著這個帶我一起試駕的 Electro Mechanica的這個 他們公司的專業人員 看著它的車開在我前面 感覺也是滿好玩的 因為它看起來就是一個 從背面看起來 它就只有一個輪子嘛 所以跟一般的車子比起來 真的是很不一樣 真的很像是一台玩具車 好 就像我們被超車看不到它呢 的一個麻煩的地方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車非常的小台喔 所以它在我們中間有一台車的情況之下呢 我真的也是看不著它 它還在前面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要走的 路上的小朋友看到這個車 大家也都好興奮喔 然後 當然就是一個這麼小的車 我覺得大家一開始坐進來開的時候 還是會覺得有點緊張或不舒服的 喔 現在顯然都沒有車 我可以加速喔 啊 現在掉了60 61 好 現在要來剎車 剎車 覺得好像剎車比較沒有那麼靈敏 每次就是這個 我聽到這個聲音 每次就是加速的時候會讓我比較緊張 因為 嗯 就覺得 已經綠燈了 要趕快衝出去 如果 就是沒有趕快 跟上那個速度的話 可能後面的駕駛會覺得很煩之類的 它是我聽得非常好 OK 很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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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家很多人會懷疑喔 就是像Solo這樣子 單人做one-seater 它到底市場是有多大 那今天呢 Jerry Pearl他的呢 CEO也跟我們解釋了 除了是一般的駕駛人之外呢 他們也積極的在跟 像是送貨的這些大廠 以及這個Rideshare 分享乘車的這些公司都在進行 非常密集而且緊密的這個討論 相信呢 未來在路上呢 大家可以看到了 就是在送貨的最後一個mile 最後一英里 它有可能就會是以這樣子 單人座的方式來進行配合送貨到福 而且呢這個Rideshare 不論是像是 像現在在路上可以看到的Evo啊 或者是 不知道Uber會不會有這樣子 Uber可能單人做到 還是不可能合作 但像Evo這樣子的Rideshare的公司 他們未來會不會有可能 跟Electric Mechanica的Solo 進行合作呢 其實他說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 接下來2019年 今年年底呢 他們可不可以再跟這個中國的 重慶工廠終身合作之後 完成他們五千輛的這個產出呢 我們也拭目以待 以上就是我們在溫哥華 為大家帶來的採訪報導